不过当到了第五日早上的时候 正在阁楼顶层继续参悟福禄的韩力 神色一动 忽然手掌一翻转 福禄一闪不见了踪影 他清楚地感应到 阁楼大门处 除了原本来向自己问候的许仙语外 还有许多许骄和另外一个陌生人的气息 此气息非常强大 竟有练须后气的修为 这让他脸上亚瑟一闪 许家竟藏有如此修为的修士 看来平常掩饰还是够深的 颇懂得目秀于林和藏桌之理 就在韩力心中一番思量之际 下方传来了许家组长恭敬的话语 晚辈许骄 拜见韩前辈 不知前辈是否有侠 能与晚辈见上一面 原来是许组长到了 不必如此客气 请在大厅稍候 韩某这就下去 一会儿的功夫后 韩力身影出现在了一层大厅 目光立刻扫向练须后期的陌生人 和许骄并肩而立的 是一名身穿半旧灰袍的青年男子 才不够二十七八的模样 也含笑望着韩力 气看之下青年容颜和许骄有几分相像 两者站在一起到反而像是许骄的后辈子之一般 前辈 这位是我们许家大长老许元 前几日因为修炼到关键之处 所以无法及时出关迎见前辈 大长老 许元道友已经到了练须后期的大圆满阶段 恐怕随时都可以突破合体平静 若是通过的话 也就是成为我辈中人了 前辈会演如据 晚辈的确已经开始准备突破平静之事了 不过突破的几率实在渺茫的很 韩力听了微微一笑 也没有接口什么 在主位坐下 示意几人坐下再谈 许骄几人称谢后 就坐在了韩力两侧 许族长这次来 莫非已经得到令先祖的消息 韩力如此直接 倒是让许骄一正 随之嘴角抽搐了一下 前辈这话要是昨日来问 晚辈还无法给出一个准信 但是晚辈这次而来 却正是为了此事来求前辈的 求我 不瞒前辈 这次前辈转交的东西 的确有办法查到兵破先祖的下落 但是凭我们许骄或许利有不待 恐怕需要借助前辈的力量一二 小植所说不假 为了此事 我们许骄三位练习旗修士 全部出手试过了 但还是法力不济 是能求到前辈头上了 竟有这种事情 二位道友可否将来龙去脉细说一下 当然 前辈不问 晚辈也会主动禀告 其实 事情并不复杂 不知前辈可曾听说过血魂大法 血魂大法 听起来还真有些耳熟 诶 莫不是那万年前血经上人 修习的那个血魂大法 前辈果然听闻过此秘书 这血经上人也算是我们人族万年难遇的奇才 不但独创了血魂之术 更曾经用此术击杀一族同结存在 不瞒前辈 血经上人虽然早就陨落 但是他当年的一波 却被先祖兵破先子无意中发现 虽然此功法近似于魔道 先祖也不可能重新改修功法 但挑选了其中几种保命的秘书修炼了一番 还炼制了数种相关的救命宝物 这次前辈转交之物中 就有先祖炼制的一只血魂瓶 里面正装着一缕血魂 只要能将此血魂重新唤醒 自然就可知道先祖的踪迹 这些天晚上出现的天照 就是你们唤醒血魂引起的吧 前辈所说没错 晚辈不敢耽搁什么 当晚就召集了人手 举行了血魂仪式 但可惜的是 可惜不知是血魂被封印得太久了 还是我等血脉不太蠢的缘故 数次唤醒都接连失败了 而因为封印血魂的服录 已经被揭开了 说不在两日之内将血魂唤醒 先祖这一缕血魂就真的彻底消散了 你们许家想让韩某加入唤醒仪式 前辈明见 我等在这几日中 实在已经找过了所有可视之法 都没有效果 只能有求前辈这里 若真是法力不济的缘故 韩某出些力气倒也没什么 但若是血魂或者唤醒仪式本身有问题 在下就无能为力了 这个自然 若是真是我等的问题 也只能说是天衣而已 事不宜迟 韩某这就看看冰魄道友的血魂 和你们准备的唤醒仪式 行 虽然这仪式只能在夜晚特定时刻举行 但前辈去瞧一瞧了解一二也好 许娇只是略一思考 并无任何问题 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若真能找回冰魄仙子 他们许家的这位仙族 立刻可让许家成为人族超级大族 为此 无论许娇还是许元等一干长老 都竭尽所能 想唤醒冰魄仙子的血魂 韩力等人跟着离开了阁楼 然后顿光一起 直奔远处那座晚上传出 波动的山峰飞射而去 如此短的距离自然倾刻就到 这件原本看似普通的山峰周围 到处都是一些五颜六色的静止灵光 而在这些灵光之间 一道道身穿青色假衣的卫士 若隐若现 韩力神念一扫就轻易地发现 这些卫士修为大都在原英 足有上百人之多 这点人手对天渊城 自然是不可一体 但对一些家族来说 却足以惊叹 而这些卫士 人人都巧妙地隐匿静止之中 没有一人出声或交谈 这就更加难得 似乎发现了韩力的一场 许娇一旁出声解释 让前辈见笑了 这是我们许家的秘位 也是许家最精锐的力量 虽然单打独斗 在高杰修士面前不值一提 但是三四人联手之下 倒也足以和化神及修士一战 哦 如此说来 这些人还精通联手秘书 的确如此 这唤醒仪式非常忌讳被人打搅 为了小心起见 才将祖中所有秘位都布置在此地 这次韩力点了点头 就不再说什么 许娇动用手中法器 分开禁止之后 几人就落到了山腰处一座 酷似庙宇的巨大建筑签 而在庙宇大门正上方的一块牌匾上 只有用银粉书写了一个陡大的许字古文 在大门的附近则有七八名秘位 正面无表情地守在那里 奇怪的是 大门紧紧关闭 倒是旁边一个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偏门敞开着 韩力神色微微移动 还请前辈见谅 这得是我们许家的宗庙所在 所以我们只能从偏门进入地下的密殿之中 没什么 这是应该的 听到韩力如此一说 许元和许娇均都暗松了一口气 若对方真因为此事而心中不满 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得不偿失 于是一干人等就此穿过一旁偏门 进入了许家的宗庙之中 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 兜了一个大半个圈子后 韩力等人未经过宗庙的正殿 直接进入其中 而殿中隐秘的密室 赫然有一条通向地下深处的阶梯 入口处 另有几名密尉警惕地守在那里 取交摆了摆手 这几名密尉立刻攻身退让 一行人进入到有些阴暗的阶梯 此通道阴暗 阵阵寒风从下方不时吹出 而两侧每隔一段距离都镶嵌着一块月光石 让通道中灵光忽暗忽明 阴影重重 犹如鬼域一般 好在时间没有多长 片刻的功夫 众人就走了出来 一间精心设计的地下巨厅 寒历寺下略微一扫 双目微眯 整间大厅都用淡黑色玉石七成 面积足有三四百丈之广 墙壁上顶部上 明印着一个个复杂神秘的白色符文 这些符文闪动着白色灵光 将整间大厅变得如同白昼一般 但大厅中最惹眼的 却是中心处 一座精致异常的水池状高台 高台呈六角菱形状 被一个巨大法阵簇拥着 而在高台中 一个圆形水池中满是鲜红色的诡异液体 但丝毫血腥之气未有 反而有阵阵的玉香从池中散发而出 在这巨大法阵中 有十几名许家修士在那里 闭目打坐 正好将菱形高台围成一圈 里面赫然有韩丽见过的许颜许火而认 拜见韩前辈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许家 先别说什么感激之言 能否真帮上一点小忙 还是两说的事情 曲娇这位许家族长丝毫不以为意 反而从远处一招手 让其他许家修士一同见过韩丽 这些修士有男有女 既有年纪不过三四十岁之人 也有须发皆白的垂没老者 但每一人都有化神妻的修为 显然都是许家真正的核心族人 而这些修士早就用敬畏的目光偷看向韩丽 显然早就知道这是一名合体修士 如今再一听自家族长的吩咐 顿时一个个起身 异口同声向韩丽大礼参拜 韩丽摆了摆手 就自顾自地向血池望去 脸上露出了大感兴趣之色 这是按照血魂大法中记载的所造之物 池中灵液是用我等许家族人精血外 加众多珍惜灵药灵物 混合融化而成 不但是唤醒血魂必须的东西之一 而且可以借助池中血气 延缓血魂消散的速度一二 原来如此 不过唤醒仪式最主要的东西 还是灵液下面的东西 没有此物 就算池中灵液再多 下方的法阵再玄妙 血魂秘术也很难施展出来 前面慧眼如炬已经看出来了 那灵液下是我们许家的镇足之宝 血金关 没有此物 无法凝化出血魂必须的血区 让血魂寄附其上的 血金关 我倒是有些明白 这个唤醒仪式是怎么一回事了 韩丽目光在下方巨阵法阵上扫了数遍 似乎一下想起了什么 在沉吟一会儿后 就一下笑了起来 前辈此话当真 一旁的徐火和许言为之一愣 明显有些不太全信韩丽之言 这个唤醒仪式 许家光使准备布置 就动用了全族之力 并花费了大半日光景 才勉强准备妥当 对方纵然是一名合体修士 但只看了寥寥几眼 就能一下看透其中的玄妙 他们自然难以相信 许远和许娇闻听此言 也同样露出了亚然之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